再來我們看第四題 他說三角形ABC中 DE分別為AB跟AC上的一點 且DE平行BC 若AE等於5 AE在這裡 這裡是5 然後DE等於3 DE在這邊 那是3 且CB等於CE CB在哪裡 CB 這一段會等於這一段 那麼要求BC 求BC 好那既然他要求BC 我可以假設這裡是A 既然這裡是A的話 因為這兩段一樣長 所以這裡也是A 那麼看這個圖形 你會想到什麼 沒錯 你就會想到 小底比大底 會等於 右上比全部 那我們就用這個性子去做他 我們就先令 線段BC 等於線段CE 都等於A 那麼小底比大底 會等於右上比全部 怎麼寫呢 因為 線段DE 比上線段BC 會等於A1 會等於右上A1 比上全部就是AC 小底比大底 會等於右上比全部 那小底是3 那小底是3 那大底的A A 會等於右上是5 比上全部 全部這裡怎麼算 就是5跟A加起來 所以全部就是5加A 挂號5加A 好 這個比例是 我們也一樣 內向乘內向 會等於外向乘外向 所以5A 會等於3倍的 挂號5加A 那我們把他乘開整理一下 5A就會等於3乘以5 15 3乘以加3A 就會加3A 加3A一向過去 所以2A就會等於15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出來 A 會等於15 把2除過去 那麽因此BC 就會等於15 那麽我們這一題就做完了